这个是挑高三米六 标准正两房的优质好栽 买房租屋第一印象很重要 可以完全全部整个拉出来的餐桌 所以平常要用餐你再拿出来 平常没有要用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放回去 美美装潢肯定加分 但是常有人说 有装潢的房子是投资客的兜售手法 买不得真的如此吗 假设我真的是定木材 我把那个漏水的都挡掉了 你内行人就不买了 我也许卖六个月 还是会有不懂的来买我的 所以奔赞很多 投资客我们永远不在怕 我就是教你也没关系 你这个节目也不是2300万的人在开 下次还是有奔赞跟我买 投资客不会言 确实不少人会买单 如果您是第一次买房子 这些细节得要看仔细 木板不要买 壁紙不要买 因为那个都在遮掩着其他的东西 会有那种刚装潢好的味道 但是可能闻久了 你会有一点头晕想吐 它采用的油漆 不是那种没有甲醛的油漆 担心装潢仅于其外 败蓄其中 家具墙壁尽量摸摸看 了解是否使用含甲醇的油漆 或用非防火的建材 更要抬头看看天花板是否有水质或笔埃 黑心投资客的话 它基本上只会做很表面的装潢 可是可能像水管或者是电线 它就不会特别更新 但是以这一个房子而言 你光是看它的这个总电源 它的电箱 其实它都还会特别地标示 哪一个是哪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把这个维修孔把它打开来 看到最裸霧的状态 就可以判断说这个房子到底现在 有没有币癌或漏水 如果有机会就打开厨房浴室的维修孔 若藏有钢筋裸露或币癌的现象 乌矿恐怕有疑虑 投资客不只靠装潢吸睛 常见的手法还有这个 留下一面墙壁 我就是不犹豫 中间在看的时候你永远以为 这个就快要好了 这个礼拜就快要好了 这个中间对我真好 第一个客人就带我过来 既然他第一个就带我过来 既然对我那么好 我总应该出价吧 你出价我就卖你了 另外也能看看 二类腾本或十佳登陆 可能藏有心急 他买完之后就装潢好 可是他装潢了之后 却自己都没有使用 就拿出来卖 基本上你就可以判断说 他应该是投资客的房子 投资客跟自住户不同 常买了一两年就出售 或在短时间内 房子转了好几手 也得怀疑是不是凶宅漂白 他持有这个房子变成凶宅 他想要卖一个正常的价钱 他可能就会过给一个人头再卖 那这样子的话 就在物况说明书上面 就可能就被隐藏了 买完没多久 就要立刻卖掉的房子 一定要特别注意 购买投资客的房子 除了担心黑心装房 也怕价格被封抬 买房买贵了 但并非所有投资客房子 都不能买 老话一句 多听多看多比较 那我们要仔细听 刚刚有一个人很狂妄地说 很狂妄 以后还是会有笨蛋跟我买 我乖你给我摔过头 永远都有笨蛋 那我绝对不会跟你买 不然我就变笨蛋了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投资客的房子 因为你一进去 投资客一定30块的拖鞋 一定试装 是 我们投资工会有规定 因为你要保护那个地板 不要整天来试装 自助的不会想到 投资客的都会摆试装 中间一双 夫妻两个来 有时候有中间两个 所以都四双 那简单的拖鞋 还有它地上的一定是60乘上60 抛光是硬砖 因为本来台湾是280一块钱 大陆进来是120 所以它很便宜 60又好看 所以投资的全部都是60乘60 抛光是地上 而且我发现 帔大哥你的做法 其实跟六成差很多 像六成它就是用壁纸 木板 可是其实像在VCR 那样看起来 那个完全是不同 壁纸尽量不要 壁纸其实不是塑胶 塑胶 所以它可以 我们假设说壁癌没办法处理 我们就用壁纸 有时候定木板 木板再做壁纸 有时候直接壁纸 因为它是塑胶 它的水不会直接透过来 所以说如果我们去看房子 发现它是壁纸 很有可能它是在这里 你那个碰到墙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P2 还要油漆2次 总共处理3次 你不用了嘛 你壁纸一次就过去 壁纸又便宜 施工又简单 油漆要等塌干 壁纸不壁纸 壁纸今天整个房间两个人过来 三个小时完成 它时间跟工钱什么都节省 有事情以后再说 甚至于说你说这个壁纸怎样 这一个颜色不喜欢来了一个小时还是换给你啊 所以它变成了很简单 我奉励各位尽量不要壁纸 我现在想你怎么还不讲话 对 我有这个想法就是 现在壁纸基本上 虽然说已经不流行了 之前非常流行 现在已经不流行 但是壁纸我们要放对地方 比如说因为通常刚刚帅大哥讲说 今天如果壁纸很容易就人家会遮起来嘛 今天通常你是如果坐在外墙 比如说窗户边 或本身是这个容易漏水避来的地方 容易久了发生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壁纸会坐在所谓的隔间内墙 会比较不会出问题 那今天壁纸不流行 那通常比较流行房嘴纸跟超难膜的地板 像抛光音到现在为止 现在租客或是一般的这个买方 看来也非常习惯 因为大家都是用这样 所以今天如果你必须真的要特别一点的话 与众不同的话呢 千万千万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投资客在卖这间房子 你要让人家感觉 你要把这个房子算出一个故事 一个文化 让他觉得说 原来这个屋主是便宜卖才会卖给我 如果你摆太投资客的话 现在消费者都是非常聪明学 这样会没有人会买 帅哥 你看 佑晨听说他这个投资 现在目前管理三百间嘛 他还租房子租到当包租公当道出书 还出三本书 出书我很早就有人叫我出书了 只是你不想出而已对不对 这大哥太忙了 但是总不能留下证据啊 留下什么证据 蛤 没有啊 你干吗 我讲话你要录影 我已经关十八年了 我出书不是关三十六年吗 除非我从头到尾在说谎啊 我死都不愿意出书啊 我怎么愿意把我犯罪的证据留给你 我讲给你听是可以啊 但是怎么可以出书把他留下证据啊 不过我觉得像那个刚刚佑晨 其实老实告诉你啦 出书都经过编排了啦 其实出书全部都是谎言 不管是政治的不管是经济的 他绝对经过编排 然后你要把时间你要花一笔钱 然后再花八个小时去看一大堆的谎言 你那么喜欢被骗我直接来骗你就好了 我结不出书 可是刚佑晨 我觉得他刚刚讲的其实也很对啊 比如说那个 利用那个什么主题的视觉风格啦 然后就是把那个beats用在对的地方 其实也算是一种know how 我觉得 你适合当主持人 我适合当主持人 你很容易骗